我想問一下對方 宋少卿五度酒駕 但遇到相聲瓦瑟患的 王偉忠卻表示說 他願意給宋少卿機會 讓他回到演藝圈 那在你們眼中 王偉忠是不是罪該萬死呢 不過剛剛在賀龍講的 那個岩上這件事情 我覺得就是因為你們公司 一天都要用岩上這種包裝 然後去包裝一天獵擊藝人 然後大家都沒有辦法 好好的審視他們犯下的錯 這就是你們公司該負的責任 演員夏靜庭 在在演藝圈的生涯當中 兩次因為吸毒被捕 按照白隊的立場 你們是不是因為 以為夏靜庭認為他現在 不應該出現在螢光幕前 那吸毒這件事情 如果不處理的話 他可能一個人吸酒就會無聊 無聊就會開始找別人一起吸 這樣就會像病毒一樣會傳染 然後演藝圈就沒有辦法 有一個更好的環境 我覺得大家一定要注意到的是 要如何創造一個 大家可以互信的環境 剛剛莫宅有講嘛 要互信 要互相信任 大家才有個改善的空間 所以是一個有限制的環境 如果你們完全都不處理的話 我覺得這樣是非常不好的 對一個藝人來說 失去舞台 以及在螢光幕面前消失 無疑就是最大的懲罰 那我想請問黑隊 那什麼樣子的負責方式 會比直接退出演藝圈 更加來得乾脆之間 他如果真的違法的話 就該接受法律的制裁 他更應該原在演藝圈 到岩上來被打笑 就是我們公司舉辦的 讓大家有所警惕 我想問一下對方 宋少卿五度酒駕 但遇到相聲瓦瑟患人 王偉忠卻表示說 他願意給宋少卿機會 讓他回到演藝圈 那在你們眼中 王偉忠是不是罪該萬死呢 王偉忠當然不是罪該萬死 但我們今天不要討論的是王偉忠 我們應該是討論宋少卿 因為他才是藝人 那至於他要不要退圈 他有沒有退圈呢 我跟你講這件事就是 我們的立場就是 他退圈之後 也許重新改革還會更好 然後他沒有退圈呢 那就是萬一 這個事情就一直沉澱下去 那大家根本會不喜歡他 那我就想問 剛剛那個有人說什麼 不要崇拜我的人格 應該崇拜我的才華 請問一下 你要我們粉絲買單的時候 要做很多的人設 然後現在又要我們買單 然後又要看你的那些什麼才華 然後不看你的人格 你這樣是不是很雜 我覺得老師先回憶一下 到底為什麼更生人 不能夠重新回到職場上 我剛剛一開始一直在提問說 白隊你們這樣是不是在 歧視更生人 而且我們沒有在玩文字遊戲 沒有什麼退出一下下再回來 或是放棄一下 放棄一下下好不好 沒有這種事情 請大家不要跟我玩文字遊戲 請白隊回答 我覺得沒有文字遊戲 其實當下退出 就是一個好的負責任表現 而且我們說的又不是永久退出題目 我們有說永久 誰在看你玩文字遊戲 題目就是這樣定義的 不過剛剛賀龍講的 那個岩上這件事情 我覺得就是因為你們公司 一天都好像用岩上這種包裝 然後去包裝一些獵擊藝人 讓大家都沒有辦法 好好的審視他們犯下的錯 你說我們公司說 岩上沒有包裝獵擊藝人的話 那就是你的錯 而且你剛剛講過這句話 代表說你已經可以達到 媒體制度的能力了 你已經知道這個東西 就是在包裝獵擊藝人 而且你們剛剛說什麼 獵擊藝人退出 可以未來 可以回來 這不叫退出 退出是永久退出 退出再回來 那叫做神隱好不好 那叫暫時休息 那叫做暫時去生小孩好嗎 我想問對方一個是 韓國的主持人孫東諺 最近主持Netflix的訪問AV女優節目 被韓國民眾列為獵擊藝人 希望他退出 請問你們 你們認為孫東諺 應該留在演藝圈 捍衛性的多言言論 言論還是應該退出演藝圈呢 孫東諺是誰 我回去搜尋一下 真不回答 我想問一下 就是說你們覺得就是永久退出 跟暫時退出的差別 可是呢 就是你們一直在演藝圈 那請問一下 你們到底要給這些受傷的粉絲 對你們失望的粉絲 做出什麼樣的補償 好 我想請 白隊剩下30秒左右 我想請教白隊一個問題 我舉一個很明顯的例子 網路上都可以查得到 夏靜庭 演員夏靜庭 在演藝圈的生涯當中 兩次因為吸毒被捕 按照白隊的立場 你們是不是因為 以為夏靜庭認為她現在 不應該出現在 螢光幕前進回來 好 剩下30秒 不是 我跟你講 那個吸毒這件事情 如果不處理的話 她可能一個人吸久了 就會無聊 無聊就會開始找別人一起吸 這樣就會像病毒一樣會傳染 然後演藝圈就沒有辦法 有一個更好的環境 我覺得大家一定要注意到的是 要如何創造一個 大家可以互信的環境 剛剛莫載人有講嘛 要互信 要互相信任 大家才有一個改善的空間 所以是一個有限制的環境 如果你們完全都不處理的話 我覺得這樣是非常不好的 我跟各位報告一下 就延續夏靜庭剛剛的話題 夏靜庭在出獄之後 她非常努力地改過向上 而且用自己的自身力量 而且攪出了非常多亮眼的作品 我想要請問一下白隊 如果你們抹煞到這樣子的 藝人的生存空間 你們難道不會覺得可惜嗎 黑隊剩下9秒 那不就是跟我們的立場 是一樣的嗎 就是說她其實可以在 這個演藝圈當中退出 然後也可以 但是她如果不退出的話 她如果退出的話 搞不好加上她做得更好 還會沒有退出水才變成這樣 請黑隊來繼續 我想要回答 剛剛最後她說到人格 和作品之間的問題 這東西本來就是一體兩面 妳在買當我的什麼部分 你應該各取所需 好 太精采了 好好看 你知道 我原本一度是那個 眼睛是這樣很沉沉的 後來到自由備論那個時間的時候 我的天啊 我消息出來 太好看了吧 因為我覺得時間的壓力 再加上我們其實在 上一集我們就開始加入了 扣分的環節 就是超時要扣分 我覺得超時要扣分這件事情 對我來說 我覺得壓力蠻大 所以我其實在組合 我頭腦裡面的稿子的時候 我刪減掉了一段 但是刪減掉那一段 後來自由備論再加回去之後 我發現天啊 我講得很不好 而且非常容易會得罪人 所以我覺得 自由備論太難 然後你們太 你們太急扯 我才講麻煩 你們太急扯 但我覺得也許這就是 全民心辯論會越來越好看的原因 你們都還沒有讓我們適應一個事情 我們就要去適應另外一個新的事情 然後再接受另外一個新的挑戰 我覺得心跳非常大